近日,据西北工业大学官方公众号消息 2023年9月22号上午 在国家级认证机构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由西工大仿生飞行器研究团队 研制的信哥仿生飞行器起飞 续航时间突破了3小时5分30秒 刷新了扑翼式无人机单次充电飞行时间 吉尼斯世界记录 仿生扑翼飞行器 其实就是模仿鸟类等生物扑动翅膀的飞行方式 因其质量轻、体积小、噪音弱等特点 具有仿生性、隐蔽性和便捷性 此次突破也使小型化仿生飞行器应用场景进一步扩大 未来将在局部复杂环境、隐蔽侦查 应急救援信息获取和野外生物、科考等多个领域 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次突破也绝非是偶然的 而是研究团队在该领域长期深耕的结果 早在2001年 宋比峰教授就带领团队投身到研究中 20多年来突破了多项难题 先后研制了杏鸽、小笋、金雀、蜂鸟、云霄等不同特点的仿生飞行器 并在全国十余个地区完成了1500余架次的飞行任务 在多个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比被卷更可怕的就是自己卷自己 上一个铺一式无人机单次充电飞行时间吉尼斯世界记录 也是由该团队研制的云霄创造的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续航时间有2小时34分38秒 提高到了3小时5分30秒 卷王西工大研究团队在不断的超越仿生飞行器的技术极限 因为杏鸽过于逼真 据团队成员描述 在试飞时常引来真的鸟雷半飞 从图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最新研制的杏鸽一展70厘米 起飞重量260克 与云霄相比机身更小 一展不足云霄的一半 重量约为云霄的四分之一 是仿生飞行器在技术上的一次飞跃 夸完团队我们再来夸夸学校西工大 作为国防妻子之一的西工大 之前很多人对他的评价就是 为国驻舰隐姓埋名 也的确如此 他的名气可能不如一些知名高校 但他扎根西北为国驻舰 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 多个国防特色鲜明的第一 比如说全国第一架小型无人机 第一台地效飞行器 第一型50公斤级水下无人智能航行器 和第一台航空机载计算机 也为我国三航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为国防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自主安全可控和西部建设 提供了有力支撑 对于此次突破 该团队的首席科学家宋比风教授 也表示 此次续航时间的大幅度提升 不仅验证了飞行器的性能 更使小型化仿生飞行器应用场景 进一步扩大 有助于该类飞行器 早日走向实际应用 说不定未来 当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 所看到的飞鸟 其中就会有它们的身影 在计算机上 谢谢观看